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开庭之前 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尝试进行调解 那么双方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分歧 这种情况下的调解会有成功的希望吗 我们先做一个提前调解 如果案件能够调解成功的话 这件案子也就化解了矛盾 双方我们就可以不用开庭了 因为法院还是本质解决 你们双方这个矛盾纠纷的目的 去年的12月22号下午 九江中原的法官赶到了五宁县人民法院 在那里组织原被告进行调解 而广告公司负责人罗国栋 也应原告的要求来到了现场 对我们而言就是说 你还跟我们装成这个图片 哪怕是任何一张图片 我们都认得了 因为我们所经营的是菜品 我们不是以卖这个话来生存的 我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自行要故意去使用 那么信任就变 你在这个广告关系中呢 你是属于一种广告主的地位 那广告公司呢 它是属于广告经营者 根据现代的证据来说 是初步是构成这个侵权的 那么广告主和广告经营者 同样也消贤了 调解开始 原告张向里就直言不讳地表示 自己提出10万的赔偿金额并不高 并且赔偿也并不是他起诉的目的 我真的 我起诉金额就不高 根据我自己的 对吧 这个作品和这种 历史价值来讲 可以这么说 我最高的获奖金额是2万元平常 从单纯的物质上的损失来看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多少 那被告觉得这个原告的侵权 这个主张的赔偿损失金额是过高的 但是 著作权是属于一种无形财产权利 那原告作为这个著作权人 他也是付出了巨大的智力成果 付出了这个巨大的艰辛劳动的 那所以说 我们这个办理这个知识产权案件 从赔偿金额方面 不光是考虑它的物质损失 那么一定要考虑到它的智力付出